西半部的海域 这个月发现到16具的浮尸 其中有5个人是台湾人 由于数量很多 外界怀疑是否有可能 跟人蛇集团贩运丢包有关呢 高检署在今天召开了会议 统一进行侦查 不排除要请求国际的执法单位 来做合作 我们带你来听听看 刑事局的最新说明 八男六女 那初步我们在这个遗体的一个 辨识中已经有发现 里面有七名 目前是已经辨识出来 有五男二女的一个遗体已经找到 那另外还有七名的 七名的这个越南民众 三男四女的部分 我们目前呢 仍在持续的来去追查中 那我们警政署 各级机关 本来就对这个无名师 都是依照我们的一个重大行案 来通报管制 我们相关单位也都会来积极追查 那本案 我们警政署以及海巡署 相关的管辖地人署 还有我们驻台北 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 都有依我们的一个相关联系窗口 来紧密的合作 那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 来辨识死者的身份 另外我们针对 不法传家仲介 也会来追查 也通报了我们这个 本署驻越南联络官 跟我们越南公安部对外局 等等相关的执法单位 会针对这次的一个 幕后的人蛇不法偷渡集团 来进行一个追查 以上 那请问媒体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初步有怀疑是丢包还是发生疑惯的 这个部分我们都还要再经过调查 这个部分还在调查中 相关的状况 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 可以支撑我们做这样的说明 他们是有要前往不同的地方吗 不同的 不同的 目的地 我们初步清查 这个这些 这些 偷渡名单 他们都曾经来过台湾 担任过这个 可能在这个相关的 担任过移工等等的身份 所以我们不排除他 这次偷渡地人 是要再回台湾来工作 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持续的清查 那这14个人的关系 是彼此都认识吗 还是有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讯 这14人的大部分都是熟视的朋友 说出来 有真传前拍照的部分 这个人没有掌握上关的 警察署目前还没有掌握到 有照片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来做一个追查 那有知道外国 越南那边的民族报案之类的 这个部分 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 也都有把相关的资讯 跟我们警政署来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也跟这个越南公安部 对外局这边也都有来做联系 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讯息传递 好的 谢谢 好 您可以看到这是刑事局的最新说明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其实早在3月16号 这3月份16具的服尸之前 今年2月底在高雄港2港口的外海 就发现到一具女性的服尸 经过确认呢 他是越南籍的身份 好 因为预期之流遭到了遣返 但是为什么他遭到遣返回到越南之后 最后竟然是变成了一具服尸 漂流在高雄的外海呢 而且他的身上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真正的死因还需要解剖 至于是不是跟其他县市的服尸有关 这个部分也是有待釐清的 当然现在海巡署怀疑了 可能是人蛇集团丢包弃尸偷渡者 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说 已经指派各地的地检署尽快相验 并且启动了防治人口贩运都督小组 厘清是否跟人蛇集团有关 如果真的涉及了人口贩运 就会加速来严加办理 另外呢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 这么多条人命到底为什么会丧命 台湾是不是已经沦为人蛇集团的目标了呢 相关单位必须要加强跟越南的司法合作 肃清人蛇集团 让漂流海上的冤魂得以安息 好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继续来掌握 这16巨的服饰当中 其实男女都有 有台湾人 也有越南人 台南最多总共发现到4巨的遗体 初步怀疑呢 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是 应该跟人蛇集团是大有关系的 从大陆的泉州出发 原本预计在张滨工业区要上岸 但是最后因为不明原因 把人丢包导致溺壁 好 但是如果是死后才落水的 法医高大成高度的怀疑 可能是生前被打死 或是被摘掉器官之后气势 海巡人员搭乘快艇抵达彰化 完工海域 锋利发电机座 通过楼梯爬上去 安全位置 爬上去果然在机座 发现一具男性干尸 但就在几天前 台南七股沿岸也发现半裸浮尸 经过统计不得了 光是三月份无名时暴增 台南四聚全来最多 其次是云林的三聚 桃园 新竹 台中 彰化 高雄都一聚 还有四聚待茶镇 短短两个礼拜 总共16聚 初不了解台湾人5聚 越南籍2聚 待茶9聚 怀疑是人蛇集团留包 如果真的跟人蛇集团有关的话 一定要严加来办理 但现在也传出 台南无名时身上发现14人合照 九南无女怀疑可能是来自越南跟印尼 2月18号大陆泉州上船 19号凌晨张滨工业区上岸 可能被大浪打翻溺币 但又发现一名台商名片 恐怕成为破案关键 上岸前 碰到海行要查气的时候 这些看就倒是丢包的 从大陆接不来 此次短短两个礼拜 集中在中南部 出现16具浮尸吓坏人 法务部成立专案小组 李清中 记者综合报道 这些看 тут有论 请不吝点赞 柠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